好 所以我要跟大家先複習一下 第六張教的這個 第六張會稍微複雜一點 不過我看上次跟大家這樣子討論下來 似乎大家有掌握到那個當中的一個關鍵 那今天我們就會把這個單元全部結束掉 讓大家可以在準備期中考的時候 有一個算是完整的一個段落這樣 那這一張其實主要的重點就在於說 第一個是指標是什麼這樣 其實大家在複習期中考的時候 你可以仔細看一下 一個東西就是每一個章節的最前面 會有寫說這個課程的目標 譬如說像這樣子 像這個課程的目標以及講義的最後會有一個總結 如果你自己在複習的時候 譬如說你覺得你已經看完了 那你可以試著做一件事 如果你看這些目標或者是講義的最後的總結 你可不可以想像出來這一張到底在講什麼這樣 如果你看完之後你還是一頭霧水 那可能代表你剛剛看的 你都沒有讀進去這樣子 所以這個算是一個重點提示的一個地方 可以讓大家知道說這一張到底在講什麼重點這樣 所以我們剛剛提到說這張重點就是說 我們要讓大家了解指標是什麼 以及他怎麼用來讓你在寫你的程式的時候更有就是組織更有階層 你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去結合這個指標來解決更複雜一點的一個問題這樣 這邊所謂更複雜一點的問題這還是複習一下這個動機好 大家可能會更清楚就是到底指標是在做什麼的 他一個很大的用處是用在Function這一邊這樣 但是要注意到我們之前用到的Function 他的輸入通常就只是單純的輸入而已 我並不會去修改到他的數值 所以我就只要在呼叫他的時候只要把這個值給丟進來就好 他就會根據這個數值再去做運算 譬如說取這個power這樣子 就是10的幾次方 這邊其實也要再複習到一個東西這樣子 如果考試的時候出了一個填充題 譬如說一段code 然後我問大家這段code缺什麼 譬如說這樣子 如果出一段code 假如他是個完整的有main function 那麼有可能那個缺的東西就是 像這邊你有用到這個power 這power是一個數學的函式 如果你要用他的話 你就要記得要include的一個叫max.h的那個檔案這樣子 所以這個是如果我要出填充題的話 有可能是想要讓大家去了解的一個觀念 就是即使你在寫程式的時候 你如果真的用了這個東西 忘了寫那個max.h 你的程式一定是不會動的這樣 所以這個缺什麼的這個觀念 是不是說你這個有用到特殊的Function 他應該要呼叫什麼樣子的函式庫 這個大家要清楚一下這樣 通常這個是蠻好認的 就什麼power 或者是階層等等的這樣 你可以看一下這樣 過去我們提到說 過去的Function 就是只是把值傳進來 這邊呼叫這個Function 我就丟個值進來 進來他之後他就直接拿去做運算了 並不會需要去做更動的一個動作這樣子 但是有些情況 上禮拜有跟大家提到 譬如說我給你一個一堆數字 然後我想要跟你講說 請大家幫我把這些數字做排序 這些數字本來擺在這個 基體的某些位置 我希望大家能夠幫我對他做排序 換句話說有一個很大的重點就是 這個記憶體存這些值的內容必須改變 如果你發現你所寫的程式 你呼叫Function的時候 那個變數的數值必須改變 那你就需要用到這個指標這樣 所以這個是其實是一個蠻大的一個重點 就是他的出發點就是說 你需要去改變這個數值 或者上禮拜有跟大家提到 你如果運算完的這個輸出 運算完的結果 你希望再傳回來 manFunction讓他做使用 而你有多個輸出的時候 那你也會需要用到指標這樣子 所以你不要把指標當成是一個 好像很難了解的名詞 你只要把他想了解到說 到底是什麼情況下需要做使用 你需要改值的時候 你就需要做使用 再複習一個觀念就是 那我怎麼樣去改動他的值呢 他的觀念 核心的觀念就是 我就需要把這個變數存在哪裡的 那個位置跟你講 就我把我不是給你那個數值 我是跟你講這個值存在哪裡 一旦你知道存在哪裡 你有新的值 你就可以直接再蓋過去 可以再存進去這樣 所以指標其實就是在把他的地值 把他的位置傳出來的一個動作而已這樣子 所以這個大家可以待會在複習的時候 再了解一下這樣 所以剛剛有跟大家提到 每一張都有前面有這個東西 有一些加強重點的一些紅色的一個文字 這個都是大家在複習的時候要再看一下的部分 看到底大家了不了解 譬如說什麼叫 call by value 什麼叫 call by reference 這一些 你在看的時候 看你之前上課做的筆記 或者是課本的相關的一個內容這樣子 好 所以我們就很快的複習一下前面的東西 然後來講一下 就是後面的一個部分 所以指標其實就只有幾個固定的一個形式這樣 譬如說以前我們宣告變數的時候是這樣宣告的 現在呢如果我們想要知道譬如說這個itemp 他是個變 他是個應該說這樣 這個m以前我們只管他的數值是什麼 假如之後你的函式需要改到他的數值 那我就需要把m的位置給這個函式 所以我們這邊就可以用這個指標叫做itemp 假設叫做名字叫itemp 然後加個星星就代表他是個位置 他會指到一個integer這樣 所以待會你會看到 然後這邊我們就是寫這樣子 讓m的位置存到這個itemp這邊來 所以itemp就能夠存這個m的一個數 你看他存放的一個位置 之後我就用這個itemp這個位置加上一個星星 我就可以指到這個m這邊來 改變他的一個數值這樣子 所以這個其實他的核心觀念就是 到底這個星號是什麼意思 這個and是什麼意思這樣 and就是把這個變數的位置存進來 你如果有了這個位置你怎麼去抓到那個值 就要配這個星號這樣子 所以以後只要你用這個星號搭配這個 你就可以任意的改動這個變數需要的一個數值這樣 所以這邊複習到這邊讓大家知道一下這個東西這樣子 所以這邊這個例子大家回去的時候就可以再做一下練習這樣 簡單來說就比如說我們先用這個例子稍微做一下複習就好 比如說剛剛那個m我們已經把他的位置指定給itemp了這樣 所以如果我這樣子寫 我在程式裡面說itemp這樣星號等於35 意思就是說我要把35擺到這個位置所指到的那個地方 也就是m這樣 所以一旦你再印這個m的話 這個m的數值就會變成35這樣子 如果你這邊再用這個itemp等於2乘itemp的話 也就是把這35再乘2這邊就會變70這樣 所以這邊容易混淆 就是到底同樣是這個 星號這個到底是什麼意思 and這個是什麼意思 如果你可以弄清楚這兩個東西的話 這張的內容應該是不會太難了解這樣子 所以待會還可以再讓大家做一些比較後面的地方 讓大家多做一些練習 大家會更清楚這個東西這樣子 所以這邊這個練習上次有更新在講義裡面 講義裡面有的範例有的練習 也是大家在準備的一個很大的一個重點這樣子 還有上課做的那些卡戶的練習這樣 我把那些卡戶的那個題目 都放到那個facebook那邊去了 所以大家在準備的時候 你可以把它找下來看一下這樣 檔案的這個部分 大家可以稍微看一下 就上次有跟大家講過 這邊我就不複習太多 因為它實際上也只有在這邊講到而已這樣 你可能要知道一下 什麼叫做input檔案output檔案 它們哪裡不一樣 還有哪裡一樣 input output檔案在宣告上面是一模一樣的 是在使用的時候不一樣 input檔案通常是要做讀取 output檔案通常是要做寫錄這樣 所以如果考試的時候問你說 我給你一個這個東西 但是我名字應該不一定 應該是不會這樣子取 譬如說我就給你取一個text file.tst 然後後面是寫 問你說這樣子的檔案最有可能是拿來做 input還是output還是什麼用途 這個大家就判斷一下 看你覺得是什麼樣子的一個用途這樣 怎麼寫檔案進去 怎麼讀檔案出來這樣 檔案用完的時候要記得關掉這樣 好這邊就跳過去 6.2的部分這樣子 6.2那邊就開始跟大家介紹到說 剛剛在講那個指標的含義這樣 如果一個function給你 它會輸入一個input進來 但是你會得到多好幾個輸出 一般來講 function只能夠 你如果用return的話 只能return一個輸出而已 如果你這個function需要有三個輸出的話 你就一定要用指標了 所以這邊這個範例來講 它就是說給你一個數字 請大家分出來三個東西 這個數字的正負號 這個數字的整數 這個數字的小數是多少 所以它就有三個輸出這樣 所以剛好借這個機會來看一下 那麼它就會把一個number傳進來 然後它需要傳三個東西出去 這三個東西它就會全部宣告成指標 為什麼它要宣告成指標呢 到時候main function在叫它的時候 它做完 它就把這三個東西的位置 傳回去給main function 那個main function就可以抓這些位置 來知道這三個內容的一個數字 所以你看到這個separate 你的這個function在宣告的時候 它就有signup 反正就這三個東西 分別代表的是正負號 整數的部分 以及小數的一個部分 好 注意一下 剛剛有跟大家提過的就是 你如果要存取這個指標的內容的時候 是要用信號的 所以你看看在這邊 它就是這個signup 這邊就是用信號來指定它的一個內容 這邊也是用信號來算出它的整數 以及它的小數的一個部分這樣 這個flow function大家也要了解一下 它是什麼意思這樣子 上次有跟大家提到過 它是在做 就是大於等於一個數字 flow 大於等於一個數字的最小整數這樣 叫做地板函式這樣 好 所以這邊讓大家看一下 大家回去複習的時候你要特別看一下這個function的宣告 這個宣告是怎麼寫的 這樣也有可能我會出一個題目給大家 請大家幫我寫code出來 寫那個程式出來 但是你就不用太在意 語法有沒有錯 譬如說你少一個分號應該是不會扣你的分數 那如果叫請大家寫 譬如說一個function有指標的宣告的話要怎麼寫這樣 你就要看到這邊 它是有這個信號在這邊的 代表面function在呼叫它的時候 它會送一個東西進來 這個指標它就送一個指標進來 這指標是代表的是一個字圓 或者一個整數或者是一個double這樣 所以這個要怎麼宣告這邊 這邊大家回去的時候也要特別注意一下 去瞭解一下這樣子 框起來的部分其實都是重點這樣子 好 所以像這樣子 這邊是另外一個要複習的東西 剛剛separate已經宣告出來了 它會存一個數字給它 叫它找出來正負號整數跟小數的部分 然後剛剛在宣告的時候 我們有說除了這個之外 這邊就會傳指標進來 這邊是另外一個重點 separate 它function在宣告的時候 它是叫它傳指標進來 但是那個main function在呼叫這個function的時候 它要傳什麼給它 既然這裡是指標 指標就是個位置 指標就是個位置 所以這個main function在呼叫它的時候 然後應該就是要傳它要的變數的位置給它 所以你看到這邊 這個是要注意到的地方 為什麼這裡是用and而不是用信號 到底什麼地方要放and 什麼地方要放信號 這個一定要是弄清楚的部分這樣 所以呼叫它的時候 我就把地址丟給separate的這個function 我這邊main function自己宣告的三個變數 是要用來存正負號整數跟小數的 那因為我需要separate這個function 幫我算這三個變數的數值 然後再注意到 複習一個上禮拜有講到的觀念 這個變數是有區域性的 我在這裡宣告變數 基本上來說只有main function看得到 separate的宣告的變數 基本上只有separate的那個function可以看得到 所以我怎麼樣讓一個main function 只能看得到的變數 讓這個separate也可以看得到呢 我就把我自己的這個變數的位置丟給它 sn這個整數跟小數的部分的位置 用and取它的位置出來 扔到那個separate裡面去 把位置給它之後 這個separate這邊就會收到指標 它在用這個指標搭配星星去抓它的數值 取代掉這樣子 所以觀念上是這個樣子 呼叫 它在自己在弄的時候是宣告指標 但是呼叫它的人必須丟這個位置進去 所以這邊最容易搞混的就是 到底位置跟內容 誰是什麼時候要用and 什麼時候要用這個星星這樣子 還有這個 這個也要注意一下 上面這個 就是function在使用的時候 這個也是這次考的範圍 function在使用的時候 你必須先做宣告 這必須先做宣告 你要呼叫它 你也要定義這個function的內容 所以複習一下 function有三個重點 你要宣告 你要定義以及呼叫這樣子 這個就是定義 如果你 你要自己記一下筆記的話 這個就定義這樣 這個在複習function那個章節的時候 請大家也要特別去看一下 怎麼定義一個function 怎麼宣告一個function 你看這邊還是用指標的方式 跟他說我會傳一個指標給你 這個待會再想新的內容的時候 也會再用到 在呼叫它的時候 我要傳什麼東西給 有指標的這個function這樣 所以這邊大家可以再看一下這樣子 好 後面這個例題我們就可以直接跳過了這樣子 心號的意識 這邊比較容易出觀念題 譬如說我就跟你說是非題 心號在西語言裡面永遠只有一種意識 這個就錯了 它有三種意識這樣子 這三種是什麼意思 這個回去看一下這樣 好 那這邊上禮拜講過了 這個就不太特別講了 這個就要做排序這樣 這邊還是注意到 排序那個order 它在宣告的時候也是傳指標進去 你要把這種多個內容做排序 所以呼叫它的時候丟位子給它 如果我出了一個題目叫大家填空 譬如說我就把這邊挖掉 這邊挖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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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問大家到底那裡面該填什麼數字 這個你也可以回去的時候思考看看 其實你在複習的時候就是 想辦法把一些你已經知道的東西 把它挖掉 你看看你還可以把它再寫回來 這個應該就蠻知道自己 到底有沒有念進去這樣子 如果請大家寫一個排序的程式出來 你也要記得要有Temp這個東西 你千萬不要直接就是 SMP等於LGP 這樣它就會以為它會自動做交換 這是錯的這樣 你一定要這個Temp這樣子 所以這個大家看一下這樣 好這些排序的 這個我還沒有 上次有口頭上跟大家講 還沒有放上去 這是期末 如果你想要作業或是考試加分的一個東西這樣 順便想到這個順便跟大家講一下 我請助教把目前為止所有作業成績調出來 做一下平均跟排序出來看 有幾位同學要特別提醒一下 如果你的作業成績目前來看是在60邊緣以及60以下的 那你目前是處於蠻危險的一個狀況這樣子 所以請這些同學 至少你的期中考要好好準備 你的後面的作業還有Project都要好好做 要不然就目前來看你是還蠻危險的這樣子 但是60分以上也不要太過放鬆 因為後面還有 因為期中考還沒考 那個作業60分其實是我先參考的一個依據而已 期中考是一個蠻大的重點 如果期中考也不太理想 後面有個Project是翻身的一個機會 還有就是寫這個排序方法做一下比較 這邊有這個排序法 這個有這個排序法 這兩種排序法比較一下它的時間啊效能啊等等的 這個之後我把它再寫上去 大家在學期末之前教就可以了 這樣如果你想要做的話 好 這個就剛剛所提到的有一個區域變數的一個部分 所以這邊大家就是看這個表 就是說也許我就給大家一個這樣子的一個程式 問你這邊所宣告的變數 譬如說有這一些東西 譬如說我就挖掉其中幾個空格 就哪一些是這個變數看得到的 哪一些是Function 譬如說MainFunction看得到的 譬如說MainFunction自己裡面宣告一個Local的變數 這裡 MainFunction宣告一個自己的Local變數 這個變數誰看得到 看得到的意思就是它可以去抓到它的數值 這個變數 這個變數宣告在這裡 只有它看得到 這個Function宣告的變數 只有它自己看得到 只有這種定義的這個叫全域的變數 Global的 大家都看得到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個表格這邊 就有一些是大家都看得到的 有一些是自己看得到的 這個瞭解一下 為什麼這個是Yes 這些是No 你就自己擋起來 自己猜啊 這樣子答案是Yes還是No 如果你猜No 為什麼答案是Yes 這樣子 這個區域變數 考試是這樣考的 但實際上要讓大家了解 就是說你在自己在寫變數的時候 要注意到 你寫這個變數到底你在別人的Function 你要呼叫它的時候 它可以抓你的這個值 然後把算出來答案給它嗎 通常是不行的 所以這邊我們才會跟大家說 你要做這件事情你就要給它指標 你要給它那個變數的位置 它才可以幫你存取到這樣子 所以這邊大家再注意一下這個東西這樣子 好 好 這樣子 大概就到這一邊 這個接下來就是我們要進行的一個部分 剩下應該是6.5吧 6.5 可能是還有一個6.6 這個單元就講完了這樣 好 到目前為止我們交到的指標都是在 就是很單純的 我一個MainFunction呼叫另外一個Function 我希望那個Function幫我算一些答案出來 可能有好幾個Output 我就把這些Output的指標 這些位置都丟給它 請它用這些位置幫我取代新的內容 接下來要跟大家提到一個情況是 一個Function 它可能本來自己有一個Output 本來它自己有一個Output的一個Function 應該說Output的一個參數 所以大家回去的時候也要複習一下 什麼叫Output的參數 你呼叫一個Function的時候 然後你宣告它是Output 或者是你在使用它的時候就是Output 你這Output的東西 也有可能會再丟到另外一個Function去 叫它幫你再做運算 這句話是什麼意思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這個 就是這邊這個code這樣 這邊這個程式碼 如果你看那個講義 應該說看課本 它實際上是要叫大家填空 說這三個東西要填什麼這樣 我跟大家講一下 這一段程式在寫什麼 然後大家回去的時候可以仔細看一下 它就是要叫你填入兩個數字這樣 這兩個數字要用斜線 斜線把它做分開這樣 所以你看這邊 這個它有一個註解在這裡 請使用者輸入一個東西 它有兩個數字這樣 譬如說它可以拿來把這兩個數字 也許是拿來做作業裡面的 求最大供應數 或者是最小公倍數等等 但是因為它需要取這個數值的方便上來使用 它會叫你說這兩個 這兩個數字必須用一個slash 用一個斜線做隔開這樣 所以你就會看到就是說在這邊 它本來它就有宣告了一個就是 slash的這個算變數 然後也有宣告了呢 那就是待會應該我看一下 好應該在這裡 這個是這個不是main function 這是其中一個function main function會呼叫這個function 它會把使用者輸入的那兩個數字 應該說使用者會在這個function裡面 輸入剛剛說的兩個數字加上 就是那個斜線這樣 所以你看到這邊其實重點是這個scanf scanf這邊會去掃描使用者輸入什麼樣子的 數字以及斜線這樣 但是要注意到呢 它輸入的數字待會要透過這個function 再傳回main function讓它做使用 所以你看到這個function這邊 它的宣告上面是 它會有兩個指標 指向一個integer 我問大家你們稍微看一下這個程式 譬如說這個考試也可以這樣出 給你一段程式 請大家跟我講這兩個指標 它是屬於input的指標 還是output的指標 還是它可以當input也可以當output 就你們這樣子看這個function來講 它是屬於哪一種這樣 這兩個指標在這段程式裡面 它是input還是output還是inoutput這樣子 可以稍微看一下這樣 這很重要 因為你寫程式如果你不知道這個變數 到底是當input output還是inoutput 你自己可能那個程式怎麼運作 你都會弄不清楚這樣子 你們覺得是什麼樣子 你們覺得是什麼樣子 易鴻覺得你猜是什麼 隨便猜 都是 或是 好 那 那有沒有根據還是你只是猜的 猜的 好 如果它是input的話 如果這個指標是input 照理來說應該會有什麼樣的特徵這樣 就這樣這樣想 如果它是input的時候 它照理來說應該會有什麼樣的特徵 如果你要把那個指標當input來用的話 大家覺得 就你到時候看到題目你就這樣子想 如果它是input 這個程式應該會出現什麼特徵 判斷 我拿它來做什麼if else那一些 很好 那這邊有沒有這個 它有沒有拿這個 拿這兩個東西來做這種判斷 它有沒有拿它來用 白話一點就是它有把它拿來用 有嗎 哪裡 31行 31行 好 嗯 這邊 它有把它拿來用 好 那它符合input的一個特性這樣子 暫時符合input的特性 那它 那如果是output它會符合什麼特性 更改它的值 那在哪邊可能會需要更改它的值 好 再換句話說這樣 換個方式問 大家覺得這三個空格應該填什麼 課本好像是這樣子寫的 那時候在看的時候想看半天到底要做什麼 為什麼會空三個 我以為它是要填這三個東西 你寫scanf這邊放這三個東西 應該是沒有意義的這樣 這三個你們覺得應該要寫什麼 叫大家填空的話這樣子 三個判斷條件 三個判斷條件 所以你是說這裡要填 status slash 跟denom denom 這樣子 嗯 但status在這裡 快 已經 已經對了一部分了這樣 error error error在 下面吧 我記得好像是這裡 對呀 嗯 這題其實有點困 因為我看了半天 你們覺得這三個填什麼 中間那一個 對 那兩個 對 喔 很好 這個填 你看它這邊有persond personc persond 這邊填什麼咧 就填這個 這個填什麼 就是填它宣告的那個slash 這個 也就是這樣子 像這樣子 跟你剛剛想要講的是類似的嗎 對 為什麼 不用end 對 這個就是我接下來的重點 為什麼它是這樣子寫 為什麼這裡不用end 這邊奇怪的地方就是 為什麼這裡這兩個不用end 大家要注意到 這兩個東西在這個function裡面 它是什麼特 它是什麼類型 它傳進來是什麼類型 在這個function裡面 這兩個東西 如果後面的人看不到應該要看一下講義這樣子 這兩個東西傳進來的時候 它是什麼類型 它是數值嗎 它是指標 對嗎 那 scanf這個東西抓到這個數值之後 它是存到什麼地方去 它存到位置 所以你之前才會這麼寫 你之前才會弄個end 剛剛是跟大家複習到end是什麼 end就是抓位置 它把slash這個位置給scanf 讓它把抓到的那個斜線那個東西存到這裡面來 至於為什麼這裡不用再寫個end number end number 這個呢 因為它本來進來 它就是個指標 所以你不能對一個指標再去做一個end 這樣子會怪怪的 指標就是位置 你end就是要取變數的位置 這樣子 所以這個是它比較特別的地方 就說我的指標呢 本來其實在這裡我的理解是 它應該對這個function來說 它是個output 就是我這邊存完之後 要透過這兩個指標傳出去給main function 只不過這邊剛好比較特別的是 它這裡還會拿這個end number 這個東西來做使用 可是end number 實際上並不是main function給它的 不是main function把值給它的 是這個 它在這裡用scanf把值存進去的 所以在我的理解裡面 如果剛剛那個問題的答案 我會說這兩個都是output的一個參數這樣 因為這兩個的數值是在這裡scanf給它的這樣子 只是剛好在這裡 它也會拿它來做判斷 所以比較容易混淆一點這樣 那第二個要注意到的事情就是 這三個要填的時候 如果大家已經可以知道說 它這邊就是我要把這三個東西 用scanf幫我存起來 那你就要注意到存的時候 到底這裡要不要放end 或者你還要不要放信號 這邊放信號是絕對錯的 因為本來scanf就是放end 像這樣要存位置這樣子 所以這樣子大家了解這個意思嗎 OK嗎 是不是到這邊為什麼不要用end 因為這裡本來它就是一個指標了這樣子 這兩個變數本身就是一個指標 就是位置這樣子 就不需要我再講一遍 就不需要我再講一遍 都OK嗎 看大家的眼神有時候我會覺得很害怕這樣子 你看有些老師上課不太看同學 我覺得可能是看了之後 他會覺得有點害怕這樣 我通常問一問之後他會這樣 這邊比較那個 我嘗試想要用比較有趣的方式 讓大家了解這個 就是喜歡 稍微喜歡上課一下這樣 所以這個就是這邊要填的東西 你可以填到你的講義 或者是課本裡面去這樣 課本可能應該是有答案吧 我猜應該是有 下面這個你就參考一下就好 這跟之前的是一樣的 就是說寫程式的時候 你可以加入這些code 幫你檢查到底有沒有問題 如果有問題 就把剩下來的東西都把它忽略掉這樣子 這邊的重點其實就是這個 紫色的這一塊而已這樣 好 所以課本上通常都會畫這種圖 讓大家知道 如果有指標 它是指到哪裡去這樣 所以譬如說 這個function dataarea這樣 它這邊就有這兩個指標 它會指向 你可以想像成 這個就是一個main的function 到時候它會有兩個變數 用來存這兩個指標 指到的 位置的一個數值 指過來 指過來這樣 然後slash 在這個function裡面 它就只是一個integer而已 所以它就不會有這個箭頭 沒有箭頭 有箭頭的就是指標 它跟你講指到哪裡去這樣子 指到外面的function 譬如說main function 它就要宣告一個變數這樣 那我再複習一個東西給大家這樣 如果這個function要呼叫這個scan version 這個function的話 它的參數是長這個樣子 它的宣告是長 應該說它的呼叫長這個樣子 問大家 照這樣我給你這個圖 請大家寫一段一段程式 跟我講它怎麼呼叫它 請大家跟我講怎麼寫 它會呼叫它 指標的圖已經給大家看了 如果我要現在請大家寫一段程式 說假設就叫main好了 這個是main function 要呼叫scan version的話 那麼我們該怎麼寫 前面一定是寫scan version flexion是什麼 刮湖裡面要填什麼 and 這個 誰放第一個 誰放誰放第一個 勇敢的講 這個嗎 好 很好 給這些同學掌聲 這個用and 這個用and 這個放第一個 這個放第二個 所以要寫的話 就是寫scan version 刮湖 and這個 豆號 and這個 你就可以呼叫這個function 這個function就會過來用 它會啟動這個scan version 這個程序 叫使用者輸入 那兩個數字以及中間分隔的斜線 並且把那兩個輸入判斷一下 它到底是不是有效的數字 如果是 它就透過這兩個指標 再傳回去main function 讓它做使用這樣子 所以這邊讓大家看一下這樣 好 這邊讓大家思考一下 這個應該可以讓大家動點腦筋 你看一下這個答案會是什麼 這樣子 就這個 我們讓大家想三分鐘 等一下 再找一個同學來問一下 你覺得答案是什麼 main function在這裡 它呼叫trouble這個function trouble又呼叫double trouble這個function 這樣子 考試不會整大家 頂多就這樣而已 要弄的話 你可以 你自己寫成是可以整自己 整死自己 就是一直弄指標 弄到四五層這樣 這樣兩層就很多了 這樣兩層你就會覺得很麻煩了這樣 你就會頭腦要打結 所以你最好是自己畫個圖 自己在那邊連連看這樣子 可能會比較好 請大家待會跟我講 x會等於多少 y會等於多少這樣 也就是說這裡它印出來會是多少這樣子 好給大家三分鐘想一下 如果你現在已經分好組 你也可以跟你的組員討論 等一下一個半小時後 我們就會正式的進行這件事情這樣子 上面中二時間想一下這樣 它有點 它不難但是有點複雜這樣子 就說你要 如果你沒有要用筆的話 你就是腦筋要動得比較快這樣子 就是它到底是怎麼連的這樣 要注意到到底 這個and這個信號 它接收什麼數值 這個要弄清楚 算是一個最後的一個範例 因為接下來應該只是一個 簡單的一個總表給大家看而已 然後這張就結束了 所以這個等於是最後總結 我們這張所交到的一些東西這樣子 所以你這邊會看到其實它 這個東西是呼叫trouble trouble還會把它的指標 再丟給double trouble double trouble再去接收 所以你不要被那個指標弄到很煩這樣子 反正你就想像指標就是位置 指標就是位置 加信號它就是要取值 加end就是要把變數取它的位置出來 這樣子 所以它到底它接收到的是位置還是值 大家可以看一下 大家可以看一下 所以這一題你其實也可以思考一下 S跟Y對trouble來講它是音部還是奧部 對過去它到底怎麼運算這樣子 然後對過去它到底怎麼運算這樣子 希望大家盡量找一下 我看上禮拜我在教這個時候 看大家都還蠻融入的 抓得到那個概念這樣 過一個禮拜大家經過不同課程的 不管說是熏陶或是摧殘也好這樣 盡量抓回來那個感覺這樣子 好 再一分鐘 我好像有聽到有人講出了答案 好像有那個聲音 有那個很像的聲音這樣 這個就是期中考你可能會看到的提醒這樣子 所以其實期中考題目不會太多 但有一些是需要仔細思考的 有一些很快就可以得到答案這樣 因為期中考還是需要有一些鑑別度這樣 如果你課本應該說你讀的比較多的 讀的比較深入的 你期中考就會比較容易拿到很高的分數 如果你都準備的比較還好 那你可能會是及格附近的分數 如果你都不準備的話 那你可能就會比較看起來會比較恐怖一點這樣子 所以程式碼沒有很多 但是就是請大家運算一下 這個出來的答案會是什麼 所以我自己在做 我是 我自己算代值進去 就是說譬如說這個Double Trouble X7 對過去他到底要叫他做什麼這樣子 X7是什麼 對過去那個Double Trouble他要幹嘛這樣 好 有沒有同學要自願回答的 都沒有 好 那華俊你來幫我回答好了 你先跟我說X你覺得答案是多少 13 為什麼是13 你講一下 嗯 這個你用 這雷射筆在這裡 大家期末報告你就會學習用這個 這個綠色的 因為先從Main Function的時候他會先呼叫這個Trouble 然後他是用 Core by Address的方式把X跟Y的位置穿到這個Function 那第一個Double Trouble他要做什麼事情 然後他到Trouble之後先呼叫第一個Double Trouble 嗯 那Double Trouble他是 這個X會對應到 Double Trouble裡面的Pointer P 嗯 然後 所以Pointer P是指對到什麼什麼變數 Pointer P Pointer P他是指向X的位置 位置 指向X的位置 指向X 所以這一行是在改 改 S的數值 對 所以Double Trouble他裡面的這個Pointer P 他實際上就是指向X 嗯 所以他修改 這個Pointer P的值就等於修改這個X的值 嗯 所以 這時候Pointer P他會等於2X-Y 嗯 那這時候 他X是他裡面的Intx 嗯 他X只是10 對 所以就是2乘10-Y 那Y是他的一個因素 17 所以20-7就會是13 好 那第二個呢 然後第二個的話 那是 他的兩個因素是Y跟Pointer X 嗯 那Pointer X就是指向Name Function的X 對 那剛剛 第一個Double Trouble算出來之後 X的值是13 嗯 所以這時候他是 把 他是給X 他是給Y跟13進去 嗯 然後 所以 Y的值就會等於 嗯 2乘上 X是14 所以2乘上10 減掉13 所以Y的值出來就會變17 嗯 好 來看一下答案是不是這個樣子 好 我們給華君掌聲 解釋得非常清楚這樣 注意一下喔 這邊就有那個區域變數的概念 這邊有一個X 這邊也有一個X 這兩個X是不一樣的 這個X只有在這裡被看得到 這個X是他自己宣告的 喔 所以你自己寫程式的時候 你最好是不要取一模一樣的名字 免得你自己會覺得這個X跟這個X是一樣 這一題如果你會算不出來這個13跟7 有可能就是覺得這個X就是這個X這樣子 實際上這個是他自己宣告的一個區域的變數 所以給這個題目其實可以問好幾件事情 比如說這個X可不可以被他看到 他是不行的這樣 這個題目其實也可以問說 如果我叫大家盯正 我故意改掉一些東西 問大家這個扣有什麼問題 請大家幫我修正回來 比如說我可能就這裡把這個信號拿掉 或者是我把這個X加一個and這樣子 所以大家要知道為什麼這邊這樣子傳是 要傳這個X過去這樣 因為這裡他要應該說他傳過來的 他送給這個trouble的本來就是個位子 本來就是個位子 double trouble要接收的也是位子 所以你這邊就不用任何的and 丟位子給他這樣子 但是y的話他要的是integer 所以如果你要丟值給他的話 你要嘛就丟真正的數值 要嘛就是用指標加信號 只到一個數值丟給他這樣子 所以這邊大家可以看到好幾件事情這樣 trouble這邊要接收兩個位子 我就給他兩個位子 給他x跟y的這個位子這樣子 所以這邊算是一個總結 讓大家知道一下指標這個東西這樣 你如果真的自己要寫有指標的 寫兩層應該就差不多了 如果有的比較複雜的 可能真的會寫到三層以上這樣子 兩層就蠻容易搞混的這樣嘛 所以這邊大家可以看一下 這個為什麼是這個樣子這樣 這個題目還有沒有什麼不懂的地方 好好 最後就是一個總表這樣 跟大家講說到底在呼叫 function 的時候 要跟指標的一些關係這樣子 所以這邊這個欄位 這邊第一個要複習的是 什麼叫 actual argument 什麼叫 formal parameter 這樣 有人還記得嗎 這兩個特殊的名詞 其中稿會考名詞解釋 這兩個名詞是什麼 actual argument跟 formal parameter 這樣 從這個例子來看 請大家跟我講 什麼叫 actual argument 什麼叫 formal parameter 這樣 用這個 function好了 trouble這樣 trouble 這個x跟這個東西 誰是 formal parameter 誰是 formal parameter 覺得 二選一 你以後就有面試 如果遇到我們那個外國老師面試 他通常都會問你一個 二選一的問題這樣 神奇的是叫大家二選一 每個人都選到錯的那一個 這樣 他跟我講 二選一 你覺得是這一個呢 還是這一個 formal argument formal parameter 嗯 我覺得 給你指 讓你練習一下這個 這個是 actual argument actual argument 然後 這一邊是 formal parameter 那我再追問一個問題就好 你確定嗎 很好 答案就是這一個這樣 我們給他掌聲鼓勵 formal formal就是正式的 你聯想到它就是一個正式的定義這樣子 正式的定義這樣子 實際上的 actual argument 實際上你丟進去的引述 實際上扔進去的 所以這邊 我們這邊這個表 是要讓你了解一下 當我們呼叫一個function的時候 它所定義的 參數的形態 跟它實際 丟進去的形態 不一定會是一模一樣的這樣 譬如說如果是簡單的 像 就是剛剛有介紹到的separate 那個把它分成正負號 整數小數的那個function 如果是這個value 這個 丟進去的 它宣告的是integer 我真的丟進去的 也是integer 兩個的格式 是一模一樣的這樣子 然後它跟你講 這些變數丟進去的時候 它是local的variable 還是有可能它是input parameter這樣 像這個丟過來 它是把value當成input給它用這樣子 所以它是一個input這樣子 如果是同樣這個main function 剛剛在呼叫這個separate的時候 這三個 這三個有 叫做指標的這一個 它的formal parameter 就是丟指標給它 它的formal parameter是指標 如果大家回去看 像類似像這樣子 那個宣告上就會像這樣 separate 給它指標 所以它的正式的定義來講 它是收指標 但實際上呼叫它的人 是扔什麼東西過來呢 扔位置 它扔它的位置過來 所以這個位置呢 在這邊你就會看到它是integer這樣子 它收的是收指標 可是你扔過去是丟給它位置 這邊有點複雜 指標 你要扔位置給它 它才可以用這個位置去指到別人這樣子 好 也有可能是你定義上就是要收指標 你實際上也是丟指標給它 像剛剛這個例子 前面這個 這裡 這個 你這邊是指標在這裡 它也是要收指標這樣 所以這個nump nump 你不管定義上 它是要收指標 你丟給它 它也是指標 這是比較特別的 就是也有可能是這個樣子 你要 你定義是要收指標 input 也是扔指標過去給它 最後一個最特別的 你收定義上是要收integer 但是丟給它是丟指標 像這個樣子 像剛剛這個trouble的這個x 這個 你看 這邊 這個double trouble是要收 它的定義是要收integer 但是你在呼叫它的時候 你是扔指標給它 你是丟一個指標過去給它 但是它收到的是integer 那個表你不要去背它這樣 那只是要讓你看一下指標 它在function的呼叫上input output 到底是指標還是數值 剛好就是一個四個向線一個東西這樣 所以是要跟你講 這四種都有可能 所以如果是非你問大家說 指標對於韓式的呼叫 絕對不可能出現 你丟指標 收也要收指標這樣子的情況 那這個答案就是錯的 因為它是有可能會是出現的這樣子 所以這邊重要還是說 你自己知道說 如果要叫大家寫這段程式 或者是叫你debug這個程式 到底為什麼這裡要放end 如果要傳過來的時候 為什麼這裡要放信號這樣 為什麼前面說的這一個 這邊又這兩個又不用放end這樣 這個倒是大家回去的時候 你自己可以註記一下 我剛剛所介紹到的那些 回去把它弄懂這樣 這樣你考試應該就會蠻開心的這樣子 好 所以大致上這個就是整個 這個單元的一個部分 所以說難也沒有說太難 就是有一個到底位置跟數值 它的一個部分要弄清楚這樣 這個也是大家回去的時候 要複習的一個重點這樣 就是說你到底怎麼宣告指標 怎麼去開檔案 讀取檔案寫值進去 怎麼用Function把指標 透過指標去傳多個output出來 以及這個區域變數的概念這樣 如果出一個這樣子的問題給你 問大家這邊哪些是區域變數 哪些是權域變數這樣 問大家這裡有沒有權域變數 這裡 有沒有任何一個變數大家都看得到 哪裡 這裡 對 這個 這個 所以你是說這個 這個 讓它可以看得到 這個 這邊丟過來之後 然後 它透過這個 又讓它可以看得到 好 這樣子解釋 蠻算蠻通的這樣 一開始可能大家會覺得說 如果沒有那個define 會不會沒有權域變數這樣子 可是你透過這個方式丟過來 不過如果你單純講這個x跟y 單純來講 你要說它是權域變數好像也怪怪的 因為你是加上這個指標 才讓它被別人看得到 所以嚴格來說我覺得還是沒有權域變數 但是你加了這個指標 就讓它可以被別人看見這樣子 對 但你單純看這兩個 好像也不算權域變數這樣 你直接在這裡說要組取那個x的數值 你按printf這個也看不出來這樣子 所以 這是我的認知這樣子 好 讓大家看一下這個summary的部分這樣 回去的時候可以複習一下這個東西這樣 好 那我們就先休息十分鐘好了 等一下再跟大家介紹 稍微介紹一下下一個單元的東西這樣子 10點21的時候回來這樣 稍微講一下這個好了 讓大家知道一下這樣 這個單元其實要跟大家講一個叫做正列 正列 正就是 就是擺正的那個正 然後列對的那個列 等一下會有中文這樣 實際上它也像是一個指標這樣 等一下我要跟大家先講的是 為什麼我們需要有正列這樣 所以這個單元會讓大家知道 其實這正列蠻好用的 譬如說以後如果你要寫一些字串 就是譬如說你要存 就是 譬如說檔案裡面你處理完之後 你要輸出一個 什麼樣子的文字內容 你就會需要用到這個正列 待會用另外一個比較具體的例子 大家會看的比較清楚這樣 那我們怎麼樣去實現它 怎麼樣去抓到正列的數值 所以這些粉紅色大家可以稍微看一下 在這個單元會跟大家講一個正列 我們怎麼搜尋我們要的這個數值這樣 以及對它做排序 其他的之後再跟大家說這樣子 先讓大家看這個是我後來加進去的 先讓大家思考一個問題這樣 這個問題其實跟期中考也蠻相關的這樣 我如果出一個這樣的問題 請大家期中考寫程式出來給我看 大家會怎麼寫這樣 請大家寫一段程式 讓我可以輸入五個人的成績 然後把這五個人成績 用我輸入的反向的順序印出來 你們會怎麼寫 就是我依序的輸入第一個第二個第三個 第四個第五個同學的成績之後 我要從第五個同學把他的成績再倒過來 把他印出來這樣子 你們會怎麼寫 我個人想到就兩種寫法可以寫這樣 第一種呢 我先問大家你要宣告幾個變數 一個 一個 為什麼是一個 我用括號 所以你已經學過了 呵呵呵 所以說是一個了 你應該已經知道正列 還講出來括號這個東西 你一定是學過了 你好像學過那個Python是不是 所以你有做過人工智慧的什麼東西 沒有 看那個好像是人工智慧常用的 你馬上幫我破題了 呵呵 基本上 要是沒意外 大家一定都打五個啊這樣子 啊五個之後接下來要怎麼寫 你會直接寫五行ScanF嗎 可以嗎 可以寫五行ScanF嗎 可以啊 啊分別存進去嘛 啊印出來要寫幾個PrintF 五個啊 答案應該大家會說 說一格的都是 都是先學過的 所以應該會想長這個樣子啊 暴力法就這麼寫這樣 這樣子嘛齁 是不是我宣告五個變數 一個一個存進來 再倒過來一個一個印出來 暴力法這樣子 現在換一個問題這樣子 那如果我集中考出這樣呢 這個同學就會覺得 不是一樣嗎 就是你給我五個跟一個不是都一樣 五個跟一個 一百個對我來說都是一樣這樣 啊問題是如果你是用左邊這個寫法的同學 我給你出一個一百個 你一定覺得我在整你 複製貼上 複製 那你考試沒辦法複製貼上 你只有紙筆這樣 考試只有紙筆 你不用你不用帶筆電來 你平常不要帶來 帶來是作弊的意思這樣子 你要寫一百行嗎 一百行這個 再一百行這個 好啊這個是 紙筆是這樣 實際上真實產生的問題是 這邊可能是一千一萬或是一百萬個這樣 正列就是要解決這種問題 剛剛同學說 這再說一次你的名字 賴婷玉 賴婷玉 應該要多叫你幾次我就會記起來 好 這樣子就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我不管我要幾個 我就是宣告一個變數 這個刮弧中間就代表它有幾個個數 這個變數有幾個個數這樣子 也就是想像一圍的一個空間 有一個變數就叫A 但是我規劃了一百個位置 來放不同的數值這樣 所以我這邊就可以用 譬如說 A刮弧1 A刮弧2 A刮弧3 的不同方式 總共一百個位置 這個就是正列在這裡要發揮的一個作用 這樣子 好所以 7.1就要跟大家講 其實正列就是一種資料結構 前面我說要先跟大家講的都是觀念而已 難得我下次只要跟大家講 它就是一種資料結構 它可以把很相關的一個資料都集合起來 譬如說像這樣 這個A1到A5 它其實都是分數 都是一樣的性質 我就可以用正列把它存起來這樣 譬如說在這個例子裡 我就會譬如說會寫A刮弧5這樣子 好 它是一種資料結構 正列就是其中的一種類型 後面還會再講到不同的資料結構 所以有些同學可能你已經學過資料結構 如果你對於寫軟體想要多深入的話 其實資料結構是一門蠻值得修的課 因為它可以幫助你把資料整理得更好 容易把這程式寫出來 正列呢 就是有一個特殊的一個性質 就是它的資料的類型一定要是一模一樣的 也就是說 譬如說我宣告了一個變數 它有八個位置 這八個一定都只能夠存 譬如說這樣只能存Double 你這麼做之後呢 你就不能夠說 譬如說這八個有些想要存置圓 那是不行的 他們一定要相同的類型 但是廣義的來講 資料結構是只要它有類似的 就相關的性質就好了 所以廣義的資料結構是 讓你可以存置圓 也可以存整數或者是小數的 正列呢 它很狹義 它就只能夠存一模一樣 類型的一個資料這樣子 讓大家先看一下這個東西 所以這個正列裡面 它就有分了幾個專有名詞 待會讓大家看一下 譬如說這個宣告八個東西 這八個每一個 八個位置每一個存東西 我們都叫做正列的元素這樣子 然後我們要怎麼拿這個正列裡面的內容出來用呢 就是用這個中刮弧這樣子 譬如說這邊我們用X8這樣子叫做宣告 宣告八個叫做X的變數 它都是存Double這樣 所以會有八個位置 我要怎麼把這八個拿出來呢 就是一樣也是用中刮弧 譬如說這樣X 中刮弧0 就代表我要拿D0的變數 所以這邊有一個問題 想要先讓大家思考一下 八個位置 那個位置 我要拿 應該說八個空間 我要怎麼拿這八個空間 我的起始數值應該是多少 中止數值應該是多少 八是一到八還是零到七 你們猜是哪一個 零到七 零到七 學數位系統都會變成說以後 第一個數字一定是零這樣 所以你出去跟人家聊天 如果人家說 我們現在從八個東西 然後你說第一個 他叫第一個 你叫第零個 你就可以知道誰是理工的這樣子 這非常的那個清楚明白 這樣誰會從零開始數 那個人一定是理工的 一般人不會從零開始數 零是什麼東西這樣子 一定是他們都會覺得是一開始數 其實其他學院的人也會覺得理工學院很奇怪這樣 我們有時候也會覺得他們很奇怪 譬如說舉個例子給大家看 我之前聽管理或是社會科學院的人都會覺得 為什麼理工學院的人要有實驗室 我們現在樓上全部都是實驗室 然後我們就會覺得 為什麼你們社會或理工 或管理學院的人不會有實驗室 另外一個就是社會科學院或管理學院會說 為什麼你們理工人暑假要來學校 然後我們就會覺得你們暑假 為什麼可以不用來學校這樣子 最後一個就是他們會覺得 為什麼你們晚上燈是亮的 那我們就覺得 為什麼你們晚上可以不用開燈這樣子 就蠻特別 我上次覺得這兩邊學院 我這邊看到有理學院 有管理學院社會科學院同學還蠻開心的 我們有不同文化的 可以說是交流或是衝突都可以這樣子 正列是這樣 從0開始數 好 所以像這樣子 我就宣布一個double x8 那我就可以從0到7個別去存不同的一個數值這樣子 待會我會跟大家討論到怎麼存這個數值進去這樣子 注意到是0到7這樣子 這樣子 這邊這樣OK了 這邊是跟大家講 那這個的 我如果一開始有這些數值的話 我可以拿它來做一些運算 譬如說我可以把d0個位置的數值印出來 它就會印這個16.0這樣子 我也可以指定新的數值 譬如說x3的數值本來是8 我想要把它改成25 那我就可以這樣把它改成25 講義有一點點不一樣 講義它一開始是秀這個的圖 已經是結果的圖了 你如果先抓下來的話 那我後來有把它編排成 就是這是之前的 這是後來的 再經過上面的運算之後 所以x3這邊25 它已經把它從8變成改成20 這還沒改完這樣 25等一下它還會再加1這樣 這邊還有一個加1 所以這25會再加1變成26這樣 上的部分 它可以說x0先加s1 x0加s1等於28 上再加等於s2順便複習一下其中考這樣 這什麼意思 上加等於 你先不要管這是什麼 那上加等於s2是什麼 上等於上加s2這樣 所以這樣會上會變多少 本來上是s0加s1嘛 是不是就是28 這樣經過這個會變多少 34 就這邊34這樣子 下面這就類似了 大家可以回去的時候 參考一下這樣 但是要讓你知道說 如果用這個x加上這個 瓜糊裡面的這個東西 裡面的數字 我們叫做這個 有個名稱叫下標 下標這個東西 subscript 然後你就可以用這個數字去 存取到任何一個你想要的數值這樣 不過只能在這個範圍裡面 你如果x宣告就8個位置 你只能存0到7的數值 你不能存s8 s8是沒有被定義的這樣子 所以這邊讓大家看一下這個東西這樣 要怎麼樣子去讓它有初始值 像這個有這個初始值呢 有兩種做法 第一種是宣告的時候就把它寫清楚 譬如說我宣告一個這個 這個參數 這邊好對 就一個一個陣列 那我這邊沒有寫那個瓜糊那個部分 它自己會沾照我這邊所寫的 幫我宣告好 或者是譬如說我宣告一個 字圓的一個陣列 它是存字串進去這樣 這個就叫一個字串 每一個就是一個字圓 1 2 3 4 5 6 7 8 這樣數數數 它就會存這些東西進去這樣子 好 所以這個做法是比較不好的做法 為什麼會比較不好呢 因為你可以想像一下如果這個這個 算是這個陣列 如果假設我有100個元素 你要用這個方式給它初始值 那你這個不就要填100個數字進去 所以後面我們會 剛好又要複習一下 其中考的範圍 如果我這個想要有 讓它有這種初始值這樣子 你覺得如果不要用這種 一個一個填進去的做法 就大家學到其中考的內容範圍來看 有什麼東西可以讓我很簡單的 就填入一個陣列的初始值 亂數 亂數算更進階的做法 你們兩個有點超前 亂數 就是有什麼做法 可以不要讓我一個一個自己寫這樣子 我的重點是不要一個一個自己寫 那我可以用什麼 其中考的範圍 檔案 尾圈 還有沒有別的 都對 檔案跟回圈都是這樣子 不要說指標就好 指標 指標要怎麼做這件事情 如果你講一個指標 我可能會有點傻眼 指標 指標要怎麼做這件事情 這樣子就是最簡單 用初始值 其實我覺得應該是要 其實我覺得應該是要 不知道 是 他幫我 他的獎益 課本寫出 課本有中瓜虎嗎 那就是我 那弄那個獎益的時候弄錯 要中瓜虎 但是中瓜虎裡面不用寫個數 中瓜虎裡面不用寫個數 它會依照你這邊所填的東西 你自動幫你宣告好 那個個數出來這樣子 所以這邊大家 如果你有印獎益出來的 幫我補一下這個中瓜虎 我就再把它改一下這樣 這邊讓大家看一下這樣 就是說這個的宣告 有一些比較詳細的 你可以譬如說定義一個這個參數 這個也是其中考的範圍 我可以做Define 如果問大家 我這樣子寫是把5定義成A size 還是把A size定義成5 我這樣子寫 在程式裡面 是A size定義成5 對嗎 不是5定義成A size 不是我看到5 就把它當做A size 這樣奇怪這樣子 是A size 就是5的意思 所以這個Double這樣A 中瓜虎A size 就宣告 我有一個五個元素的一個陣列這樣 或者是我可以宣告 另外一個陣列是存置元的 分別把這五個英文的母音 AEIOU給存進去 這邊大家可以看一下這樣 好 這邊有一個練習這樣子 這個很快我們就可以知道答案了這樣 問大家 如果有一個這樣子的一個宣告 請問大家 這個裡面總共有多少個儲存的單元 這樣子寫的話 Memory Sales 會這樣宣告 會有多少個Memory Sales 被它宣告出來 幾個 9個 這個9嗎 幾個 這個歷史會有幾個元素 8個 所以這邊是8個 這些Data是什麼的Type 整數 這個也是其中一個範圍 如果只是那個陣列不是而已這樣 好 好 那我怎麼樣子抓到第一個 第一個元素 我怎麼樣存取這個歷史的第一個元素 中瓜我要填多少 0這樣喔 不要填1這樣 0這樣 好 那最後一個元素是多少 7這樣 好 所以這邊我就沒有答案了 這個就是很單純的就是這樣子的一個情況 這樣子 好 我看一下下面這個可以一起講 這樣子 好 我們先講 就先講到這裡好了 不然後面我怕講太久 等一下時間不夠這樣 所以先讓大家知道一下陣列的原因 然後它的初始值 它怎麼樣存取這樣 之後考試完 其中考試完再跟大家繼續介紹 後面的一個部分這樣 那